在美国枪支泛滥问题已经敲响治安警钟 美国职业篮球员辛阿尔良提胡堆的一名23岁后卫穷斯 星期六凌晨怀疑因为擅闯民宅 结果屋主以为劫匪破门行窃开枪射击 导致这名球员腹部中枪重伤不治 屋主声称大约凌晨3点听见门外有声音 一度询问门外人士的身份 不过对方没有回应于是开枪自卫 穷斯的腹部中枪之后倒卧在血泊中 送院急救回魂罚术 外国媒体报道 穷斯当天准备拜访女友庆祝女儿的生日 由于穷斯第一次前往女友刚搬到的新公寓 因此才误闯另一户人家丢了性命 目前警方还在调查来龙去脉 穷斯才刚加盟辛阿尔良提胡队 他的教练和队友过后纷纷表达哀悼